早安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馬迷早安 今天世榮又和大家見面了 休養了下半場星期六日的賽事 聲音好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咳嗽 讓我慢慢氣管 敏感好先和大家拍足一些節目 在這裡和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記住沙田跑夜馬 九場賽事 到時會有我和KK 繼續和大家見面 大家記得如果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下角應該會見到四星龍珠 按下去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好了 記住 五月四日星期三有九場賽事 亦有草地 草地唯一一場就是什麼 堅有鳥又出賽 從髮頭舊的馬要看高一點 去到一個忠厚的賽事 有時休息了的中年馬 往往會表現得比質身馬更加好 大家都要留意這一點 事不宜遲說 頭場早餐賽事 泥地覺得難吧 立即帶大家去看看 有什麼馬要值得留意 先說四選 萬里非智 我在自己的跟進馬裡 都跟大家說 這隻馬其實可以跑剛剛星期日 那場第二場賽事 蔡明少又沒有空 蘇惠妍有馬出 所以就出不了 看看適日賽果及派彩 都講明給大家聽 這場四班一千 蔡明少騎了一隻危多幅 他要放頭 不過放得太快 不可當不怕快放 他怕 另外蘇惠妍要出一隻起步 兩隻都是搏的 不過搏完輸過幾馬位 就叫做沒辦法 其實他可以報這場 不過這場對手真的強 魅力一丁 受了樂家福做了跟進馬 不可當這些前快後快都可以 甚至乎我都沒講 這大熱門神採用事 所以這些馬 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 他故意跑 泥地遷移 其實心意更加好 你會查 你查不到他跑泥地的 不過這些馬就是這樣才搏你不信 他才會繼續 如果那隻馬不行 蘇惠妍怎麼會把起步放在那裡 反正 萬里菲治 落了一班是很容易贏的馬 上次加了兩分 神採用事是厲害的 不可當他也贏到了 你想想 為什麼不跑一千 原因就是很簡單 換回泥地 沒試過泥地 試過泥地雜 但沒試過跑 你們不信 那就會好一點 估計落埋飛也有五六倍 這些馬實在三甲是容易的 不過 未必贏了 當然他也要搏一下 另外就是 進了一時 經常都說 這隻馬下班會比較好 四班 上次沒有跑過 沿途外跌 抽過八檔 又慢捕捉 流後怎麼追 不過泥地又不一樣 泥地換回何宅堯騎 你不要想去馬房複選 他有優先出賽權 這些馬 你想想 他又沒有在松花困住 不用休息這麼久 雖然上次 摩尼拉說 對這馬動作有疑慮 跑落 沿途三疊 陳家興 沒有藥 這馬走得很順 休息 這些馬減夠分 方仔不是想減分 如果他想減分衝出 回谷槽就可以了 這場會搏 機會大 可能和堅有了 起個冒險屁 大家可以試試 至於戰役這匹馬 上次 輸給適贏 兩隻都擺前走 戰役雖然 不是很厲害的馬 靠一檔幫他 上次都在貼中 這條位置 升勢再出 雖然退役 也尾二 但是 不是這場水準低 而是會贏 上三班 沙田尾場 大熱都還贏 即是這場是強組難度 另外 他一檔其實不是很長地 只不過是會贏太厲害 不要想他贏慢報速 那天地有點軟 所以報速上比較慢 他都知道 所以避開 不跑沙田遷移 就走過來 跑泥地 又是甚麼 其實跟萬里非治的招 博人不信 所以大家 都要留意這些馬 另外 風彩華亭 很少貼何良的馬 還要黎海榮 這隻馬 是很例外的 為甚麼呢 它黎地的能力 你見到其實是高 不過這隻馬 你看黎海榮 其實你就知道 它經常都要忍 到最後才騎 它有少許是天行見的 當然不同下方 但是要忍一會 他的追勁才可以發揮出來 你太早發力 過去又被人過 而且他的組是強的 狀元及弟就是輸了給他之後 再出 你看一下 他贏了狀元及弟 八卦之後都有保重 狀元及弟這場 這場第二輸給他 其實都算是很載職 你會見到很久之前 其實狀元及弟那時候 當然沒有這麼進步 但是這隻馬之後 一再在三甲 來地 直路也好 或者谷草轉彎也好 都不停贏 即是證明水準足夠 這隻馬八卦 在它後面這麼貴 印水紙都贏了 八心之威 贏到你不信 上個星期 稀威心又贏了 即是這場水準高 玩下手 七號贏也不奇怪 有華倉Q 一七 又好像 支支頭長貼那兩隻 又一七 大熱門炮第二 好了 講完這裏 我們先去廣告 記得還未訂閱頻道朋友 記得訂閱 回來我們再講講 藍色邊線馬 究竟有甚麼馬 要留意 好了 就跟大家講一下 有邊線馬 我們臨場 在這裏待會再講 有兩隻 比較要擺先的邊線馬 這些馬 我覺得它有些機會 要估計 要估計 譬如這隻 一路跑開來的 1650都輸得比較近 縮落千二 你以為它沒有東西看嗎 其實那天是極度利放的 所以八心之威 火鑽 淺草飛 拋得比較遠 現在比當時甚麼小六磅 可能是那個眼罩 當時B1 一直都不適合它 其實你看看它沒有眼罩 還好一點 焗草走三碟 你也知道輸了 輸三個馬位不遠 所以除了眼罩 可能會好很多 這個變數 我覺得很大 還有它那個 就是你看它試襲 輸十一個馬位 你就不要這麼想 因為幸運傳奇 本身這馬都是三班頂的 所以 麒麟它不夠跑是正常的 還有它沒有眼罩 變回面孤 這馬應該會穩定些 你看看那個粗連 它其實是之前運了一些 從化落不來 這些馬久了 那個進步會比較多些 我看到這件事都很心機 未必要下班 40分其實可以報五班千二 這場 你看看 希斯這場是否很有機會 但是你找來找去 你都發現 看不到大位希斯 那就是說 這場四班千二 是希斯特意報的 希望不要在五班這些位置 背那個重磅 希斯創福威 但是創福威 你都可以考慮潘頓 是不是騎了這場 但是問題就是 麒麟這隻馬 他本身不是很大隻 他背一個輕磅 其實都夠跑的 不過你要猜 很多變數在裡面 我就很難把他放在四選裡面 但是你 我會提醒大家 這些馬 你不要因為沒有賽積 輸得很遠 你就隨便畫出去 不是這樣的 你要想過究竟 他有沒有機會 臨場看看大手聲 另外就是多姿多財 多姿多財這隻馬 其實以前放頭都很快 試過飛鴿輸了之後 一直都沒有表現 兜寸一輪 羅富泉這些馬 有時減夠分 他會突然間寸好 上次那個叉 你可以抹掉 為什麼呢 因為桃花盛 就在外蕩 十二蕩 就叫擺前置追上來 人和家盛 這些後上馬 都能追上來 福滿寶這些 你變成了 放頭那隻 其實斷得太快 他的頭 雖然不是很快捕衝 不像毅托福那些 不過 這隻馬 跑泥地 你看到他的夜泥 其實不是很差的 這場隊友運 其實會贏 另外就是 電子兄弟 龍騰飛翔這些 都是比較厲害的泥地馬 龍騰飛翔 他走三跌 可以這樣追上來 夜泥或者特別厲害 所以這場 找了莫雷拉騎 班德禮 不好意思 班德禮 他的騎功好些 沒有莫雷拉那麼好 其實 還要莫雷拉揹小四磅 其實是有好處的 所以這些 邊線馬利亞 不要漏掉 至於 班德禮簡直有之星來騎 是不是好呢 我覺得 平榜園一直減三分 試襲是不錯 跑下去 就沒有什麼好 所以就沒有選擇 這些馬 我就傾向 相信 它不可以 好 OK 不好意思 另外 跟大家說回統計數據 泥地 大家記住 記住 上名率 最右手邊 藍色那些 你會看到 最低上名率 19% 和最高32% 就是差13%左右 其實你看這些檔位是大兜亂 即是說什麼 泥地是不需要看檔位的 只要實力馬 在它的位置 有時 它的外檔更好分 為什麼呢 說充勢 說轉彎 順不順呢 比沿途 在博士坑位 即是 泥地沒有什麼 這些情況出現 泥地的跑道 就比較平均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好了 所以 有些外檔 如果他經常接近 突然間轉路程 你有時都要留意 高鶴鑫這隻 出了四次 直瀟灑一生 其實不是太差的 他輸給戰鬥英雄 月球都贏了 兩八寬藤 這場全部都是強組 他兜轉一輪 當時戴了眼罩 兜轉一輪 兜轉一輪 希偉森當時其他不差 然後沙田前四太長了 填草千二 大家可以看到 這場的那些標之科學 木火兄弟 當時 雖然標之科學 是追上來了 贏了木火兄弟 但是這場 你會見到 最後一百米沒有餘力 其實是他的氣量 還沒有去到那個位 所以為何跑谷草 條直路短一點 他有好處 你說 為何上一次跑谷草 又不行 很輕鬆 但是你會見到 他嚴重受困 他都不能發揮 輸得遠 是正常的 所以這場 你可以畫了他 你當他試完一個草地集之後 跑泥地 這些馬有變數 就不要亂飛去 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沒有馬是不會跑泥地的 泥地 天天的馬神操都是泥地 邊一隻馬是不會跑的 只有跑得快和慢 所以這隻瀟灑一生 你不要因為水十二檔 你就亂畫了他 他都是屬於邊線馬類型 至於潘頓選擇的 能聞能武 試那麼多的雜 我經常跟大家說 未必是好東西 不過他有速度 泥地有時是特別利潛之的 你翻習到那個血統 這隻馬 都有一些 美國總是 雖然不多 但是他試雜 試泥地集 一再有好表現 那就不要太過看低這些馬 所以這些馬 亦都是做到邊線馬 至於後面那些 我沒有選擇的馬 我們廣告去一去 讓我喝口茶 回來再跟大家說一說 後面那些馬 好了 透順調戲 好 再說一隻天使獵人給大家聽 天使獵人這隻馬 其實就千二初出 有好表現 嘴得不錯 是三班 三班 下了班跑 理論上應該是好的 我也有看過他兩次 就是這兩場 不過他跑先四 即是甚麼呢 他覺得分數未減夠 未減夠分 不要緊 再減 蘇寶羅也有這樣想 但是突然間跑泥地 是有變化的 不過 他出得比較密 上次也輸得比較遠 我就想 他沒有甚麼騎錯之下 千二應該很難突然有表現 所以這些馬 不是不代表他不行 不過我就不會選擇 至於移昌勇居 這隻馬 真的出了一次 完全沒有表現 這種馬 我會傾向不要多些 所以這些馬 大家可以看小隻 至於奇妙之春 試麗雜 有一點點看頭 麗海榮試的 大家記住 做到輕磅 當然除了麗海榮 還有甚麼 霸道田泰安這些 但是這隻馬 我覺得麗海榮騎 有些長後 有些長後 這次田泰安騎 又可能好些 但是我就不太明白 有一件事 就是取責 幫這隻馬 再戴眼罩 這隻馬戴眼罩 試襲 已經快了 當然 我估計 他也想和判頓那隻 一起放 奇妙之春 速度上比較快些 找得田泰安 我估計是一出便搏 這些都是屬於邊線馬之中 如果你叫我排序 我甚至乎會排得前個 多知多錯 因為他的速度感和力度 都是屬於充足 你不要預期很冷 因為奇妙之春 他出的時候 雖然大冷門 但是輸得近 他這次 都應該是十多倍馬 但是 如果你前面那四隻 你有隻 你不喜歡被盡著事 你不知道是否不良於行 會影響他 你可以放奇妙之春 這個我也很建議 所以 排序上就是這樣 有四隻 邊線背腳 有些沒有選擇 有兩隻可以畫出去 前面四選 1347 就是我這場的早餐推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比較平均的局面 只乎買四連環 要前面那八隻 雙膽 看你有沒有彩 就可以拖六腳 看看是否中 好了 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晚迷早晨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